这个图呢把我们专业性防御最重要的三大支柱同时表达出来 第一个专业性免疫会有所谓的抗原呈现的过程 是第二道防线的居士细胞或是B细胞呈现给辅助T抗原呈现 另外一个是细胞免疫 另外一个是抗体免疫 这三个是专业性免疫非常重要的三大支柱 好 你会发现这三大支柱的中心都会表达成辅助T细胞 因为辅助T细胞就是我们第二个第三道 也就是我们免疫系统最重要的核心 它是总指挥 今天它被抗原呈现了 它被活化了 它所分泌的细胞基础活化Everybody 包含回去活化第二道防线的居士 还有第二道防线的什么 四酸啊 自然杀手啊 辅助T 辅助T你讲过了 就是它自己嘛 另外就是四中心白预球 另外它有活化了所谓的细胞免疫 还有抗体免疫 好 在这图当中呢 只少表达了一个 当你的辅助T细胞活化之后 它会建立记忆辅助T 这就是记忆辅助T 那其他像B细胞也会建立记忆B 那么包吐T也会建立记忆包吐T 这个就是专业性免疫的记忆性 好 那有专业性有记忆性 还有一个叫多样性 三大性质 这个图就总结了 专业性免疫的几个性质 好 接下来这个图也是一样的意思 它一样把三大字都表达出来 这是抗原呈现 这边是抗体免疫 这边是细胞免疫 一样都会有记忆细胞产生 像记忆辅助T 这是记忆包吐T 这个是记忆B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记忆性 这样子的性质 好 以上是我们对于那个 专业性免疫的一个总结